大家好 欢迎来到VIP视障数位学习平台 搭配语音报读 操作通讯程式LINE 学习入门的课程 我是钱敏鸿老师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第十章 好友与群组功能操作 ChromeLINE版 在前面的章节 我们已经学会了 如果在ChromeLINE当中 进行聊天 以及家好友的动作 那么在本章节呢 我们要来进一步的示范 如何利用ChromeLINE 从我们好友的名单当中 找到聊天的对象 并且进行聊天互动 当然除此之外 本章节呢 还会介绍 关于群组的一些操作动作 各位可以 透过本章节 完整的学习之后呢 相信对于好友 以及群组的各项功能 都有一个很全面性的了解 那在这段影片当中 我来示范 在ChromeLINE里面 要从好友名单 找到聊天对象并传讯息 有一个大前提是 我们要聊天的对象 目前没有聊天室存在在 我们的聊天页面当中的聊天室列表 各位要了解到 不管是 有人传讯息给我们 或我们传讯息给对方 都会自动开启聊天室 并且 存放在 聊天功能页面当中 除非 我们刻意的 去进行 聊天室的删除动作 不过 各位 不用太担心 你们在前面章节 有学到 删除聊天室的动作 而这个动作呢 并不会将 好友 或者是加入了群组 真正的进行删除 而只是把我刚刚所说的 在聊天室的清单列表当中 把比较少互动的聊天室 暂时移除 直到下一次 你们有所互动 所以 假设 我们想要互动的对象 很久 或从来 都没有 传过讯息互动过了 那么 在聊天室的 清单列表当中 并没有存在 这个聊天室 那么 我们就必须要用 本段影片 所示范的 从 好友名单当中 来进行 这个 寻找 聊天对象的动作 要怎么操作呢 来 目前 我画面上面 所呈现的 已经启动了 Chrome Line 并且 已经登录 接下来 我就按下 Ctrl键 加上 Home键 不管现在焦点在哪里 我就把焦点移到 最上面 请输入讯息 好 听到这样的 语音报读提示 表示 目前焦点在 一个 输入讯息的 编辑模式下 我们按一下 键盘左上角的 ESC取消键 跳回 浏览模式 然后再用 Ctrl键加 Home 将焦点移到 Chrome Line 最上面 可点击按钮 LINE 好 然后呢 我们要 从预设的聊天页面 切换到 好友的页面 所以 我们利用单件导航指令 B 在按钮之间 移动焦点 将焦点移到 好友按钮上面 设定按钮 聊天按钮 备忘录按钮 LINE VOM 可点击 More按钮 可点击聊天按钮 好友按钮 当我们听到 好友按钮之后呢 我们就按一下 Enter键 好友 这个时候 语音不会报读 完整的内容 但是呢 各位可以透过 老师 视频老师 或者是 名言好友的协助 口述影像 我们就能够理解 在中间区块的 左半边 原本 是我刚刚说过的 聊天式清单列表 现在呢 就已经切换成 我们的好友 名单列表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操作逻辑都差不多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法 我们利用搜寻的方式 来快速的搜寻 好友的名字 并且进行聊天互动 要进行搜寻 一样 当我们在好友 按钮上按Enter 画面切换之后呢 先 再按一次 Ctrl后 把焦点移到最上面 可点击按钮 然后呢 一样 利用单件导航指令 1 ABCDE的1 将焦点 直接跳到 搜寻文字编辑区 可点击 以姓名搜寻编辑区 各位就可以听到 很明确的提示 以姓名进行搜寻编辑区 这个时候我们按Enter键 就能进入编辑模式 如果你很清楚知道 好友 他的名字 你就可以直接输入 输入完毕 按Enter键 只要输入有结果 我们就能够 从搜寻结果当中 进行好友 后续的互动动作 但是 这边要特别注意 LINE 允许我们 制定 修改 显示的名称 也就是说 我们许多LINE的好友 可能 不会用本名 来进行 名称的显示 又或者是 我们呢 会为了要方便 去 寻找 我们会把好友的名字 自行修改成 我们 所认识的 甚至有些人的名字呢 会用一些表情图案 图示的方式 去 做点缀装饰 在这种情况下 除非 你很清楚的知道 对方的 名称 是什么 否则 用搜寻的方式 可能 不容易搜寻得到 但是 只要能确定 对方的 LINE的名称 用搜寻 当然是一件 有效率的方法 所以呢 各位可以 找到搜寻栏位 按Enter之后呢 打关键字 并Enter 进行搜寻 这是方法一 方法二 如果我不确定 对方的名字 内容是什么 怎么办呢 我们就从 好友的名单当中 去找 或许花点时间 但是 一定可以找到 我们要互动对象 怎么做呢 一样 切换到好友 功能之后呢 我们Ctrl后 焦点条最上面 可点击按钮 LINE 好 接下来 我们可以利用 I 单件导航指令 I 在各个项目之间 移动焦点 各位也可以用 G 因为每一个好友 都会有一个大头贴 而这个大头贴呢 就是图片属性 所以利用单件导航指令 G 也可以在各个好友 名单当中 去切换 所以 要按I 还是按G 就由各位的偏好 习惯来进行 这里我示范 我按I 在好友 清单项目当中 去移动焦点 聊天按钮 备忘录按钮 LINE VOM 可点击 MOMO 网图片老婆 时间自由 新知五图片 经济自由 好 我们可以听到 当我们挑到 任何一个好友的名字 项目上周呢 会听到好友的名字 以及他的个性签名 当然不是每个用户 都会去设定个性签名 那 以此类推 我们继续按I 由上往下 去移动焦点 可点击前小龄图片前 可点击正折安图片 可点击千一四一动 可点击配乳图 可点击成通 可点击star黄中雄老 同样的 需不着键加I 可以由下往上 反向回去移动焦点 所以呢 如果你们的赖好友 非常的多 这个方法 可能你们就要有耐心一点 慢慢的透过 单件导航I或G 直到焦点 移动到 你要聊天互动的对象为止 那这里呢 我就示范一个对象 来进行聊天动作 可点击成 可点击配乳 可点击千一四一动 可点击正折安 可点击千小龄 可点击某某 好 我找到我的家人当作示范练习的对象 然后呢 我按下Enter键 区域多行可编辑请输入讯息 各位呢 就能够听到 焦点自动进入了编辑讯息的文字编辑区 并且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画面的右半边 也会自动切换到 跟对方好友的聊天室画面 如果你们过去有聊过天 一样 由上往下 从最早起到最近的聊天讯息 就会一次排列 如果没有任何聊天记录 那么右半边画面 就会是空白的 那这里一样 我就输入 我要跟对方传送的讯息 输入完毕 一样按Enter键 请输入讯息 就能够将讯息送出 别忘了 我们在前面章节教过的 输入讯息的时候 shifted加Enter键 强制换卡 那按Enter键送出讯息 讯息送出后 我要去确定 我要去确定 我的讯息有没有传送出去 一样 按一下键盘左上角的ESC 跳回浏览模式 听到读一声 听到读一声表示 前后回来了 利用向上方向键 离开区域可点击下午7点12分 听到最后一则讯息 传送的时间 你好 然后听到讯息 以此类推 继续向上方向键 就可以在听到更早之前 彼此之间传送过讯息 所以以上就是本章节所示范的 进入好友功能页面之后呢 利用搜寻好友姓名 或是利用单件导航 在好友名单当中 去寻找聊天对象的一种示范 各位呢 可以多多练习 利用这个方法 你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找到你们要互动对象 以上就是本章节的示范内容 更完整丰富的学习 请各位随时到 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位的官网 登录会员之后 接着到Daisy专区 下载本教材的完整版教案内容 谢谢大家